明明是正儿八经的中国公司 但却要给人以一种产品 是日本品牌进口的错解 近些年来 以伪任系风格活起来的国产品牌并不在少数 翻车的比例也是出奇的高 这些品牌在走上国货日卖的捷径时 其实也接连步入了由自己编制的陷阱之中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罗群实验室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国产品牌的伪任系之风 最近这消费品连锁品牌名创优品 可谓是多时之秋 先是把穿着戚袍的娃娃成为日本艺基 随后又被网友扒出了更多在海外的昧日黑历史 比如在巴拿马地区的社交媒体账号简介中 明创优品介绍自己是创立于日本的品牌 在与保加利亚 希腊 罗马尼亚等国代理商签约时 签约台上竟然摆着的是日本国旗 而在国内明创优品似乎也在强力排斥着中国元素 有曾经在明创优品工作过的网友爆料 在明创优品店里甚至还不允许播放中文歌曲 其实从近几年来走红的消费品牌来看 伪日系似乎并不止名创优品一家 比较代表性的是国产饮料品牌元气森林 早期进入市场时为了凸显品牌溢价 除了名字极具日本文化风格外 在外包装上也是费尽了心思 用大大的日文气字代表中文气字 此外还在平身背后印上日本国株式会社元气森林兼制字样 普通消费者乍一看都会以为这是产自日本的饮料品牌 那这样的日系招牌迅速帮助元气森林气泡取 拓宽了销量 在尝到甜头之后 其母公司还打造出了其他带有日系风格烙印的饮料产品 诸如燃茶乳茶等 同样沉迷于日系风格的还有知名茶饮品牌 耐雪的茶 其更是将日文直接携进了品牌名容 也同样成功俘获了大批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那为什么品牌都热衷于让产品包装一层日系的滤镜呢 坦白来说啊 这有一定的历史因素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日本制造业的产品呢 就已经是这样好品控家的代名词 从早期的日本电视机 日本冰箱 到后来的日本汽车 甚至是日造的马桶 无一不被国人追捧 甚至现在都仍然影响着很多国人的消费习惯 而随着这时代逐渐成长 又大多经历过日本动漫和日剧风靡的年代 加上日本呢 在文化及艺术上的广泛输出 使得日系风格能够迅速在国内形成潮流 但随着时代演进和社会发展 国内的消费潮流呢 也在发生着变化 比如近两年来兴起的国潮风 就颇受年轻人喜爱 而像红星尔克 风花 白相等国产品牌 更是被消费者们广泛追捧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大众呢 其实都希望能够有更多 有着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消费品牌崛起 成为真正的国货之光 而对于国产品牌来言呢 如果在文化说出和品牌定位上 实现国货当自强 或许也该成为重点考虑的课题 好了 这里是路纯实验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